战国时代无奇不有,别以为只有今天的动漫迷才会穿奇装衣服玩cosplay。 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,赵国的君主赵武灵王就迷上了外国人的cosplay。 他要他的束缚和他的人民陪他一起玩,他要他们一起穿胡人的服装,学骑色。 还因此训练出一支战无不胜的赵国王牌军。 战国时期,赵武灵王很想穿胡人的服装,短衣窄袖。 他认为这样打起仗来比较方便, 他不想像现在一样穿长衣宽袖,打起仗来多不方便啊。 可是他的想法一传出去之后,就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。 可是他并不死心,他去见军事将领肥义。 肥义就跟他说, 大王,你想要办大事,就不要犹豫不决。 大王觉得对的,做就是了。 第二天,赵武灵王就赶赶穿着胡服上朝。 没想到,带头反他的,竟是他的叔父赵成。 话说,赵成是赵国最有影响力的老臣子。 他反对得最激烈,甚至还装病在家不上朝呢。 赵武灵王拿他没有办法,只好登门拜访, 反复地和他说,穿胡服,学骑色有多好有多好。 最终,把赵成给说服了。 于是马上就送给赵成一套胡服。 第二天,赵成也穿着胡服上朝了。 他这一穿,就把所有人给搞定了。 赵国接下来也就开始穿胡服,学骑色。 赵国的军队也就越来越强大, 还成为了战国时期最早建立骑兵兵种的国家呢。 赵王胡服骑色的故事告诉我们, 在一个高度竞争的时代里, 我们要自比自己, 学习对手的优点来弥补自己的缺点, 这样我们才能够越来越强大。 好了,下一集,我再和大家分享小故事。 喜欢我讲故事的, 请按赞和分享。 谢谢哦,大家再见! 再见! 行 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